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经过三年疫情 所长越发坚定一个信念 那便是投资一定要选龙头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先举个发生在所长身边的例子 大家都清楚 价值事务所不像用户收费 我们的收入可以说全部来自广告 疫情期间 尤其是2021至2022年 日子其实非常不好过 首先很多曾经广告主都不见了 极少数还在投放的广告主 预算也卡得很死 会不停和你压价 离家整个市场行情不好 阅读量等下滑严重 我们内部其实也进行过裁员 降薪 但对比一些更惨的同乡 我们还算好的 至少挺过来活下来了 很多体量比我们小的同行 完全一个广告接不到 不少人直接断更或者卖号 相当于倒在了熊市中 而比我们体量更大的同行呢 他们有些甚至还在逆时招人 因为他们体量更大 能对接的优质广告主会更多 变现途径也会更多 即便广告主预算收紧 他们的灵活性 也比我们或者那些 体量更小的好 好得多得多 当熊市大家日子不好过的时候 他们相当于 可以拿非常低的价格 收购账号人才 为下一波牛市做准备 所长身边就有不错的博主 为了生存同头部欠了卖身器 其实所长为他感到很可惜 因为他的体量和价值事务所差不多 而且三年疫情都扛过来了 卖身器是2023年2月签的 其实那时候 疫情已经放开了 经济正在慢慢好转 资本市场虽然还是喉事 但再等一段时间 必然会好转 那么也许他只用再挺一段时间 就能再次吃到行业红利 甚至做得比以前还大 但没办法 他确实扛不住了 这就是典型的倒在弥名前 于是在财经自媒体这块 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 大者欲大 大者恒大 资源进一步向头部集中 当然 这是站在博主的角度看问题 但站在广告主的角度 又何尝不是如此 经济低迷期 绝大多数广告主都不投放了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 那些加大业大的头部企业 依然还在散钱 还在做投放 经济越低迷 那些大牌越能抢占用户心智 从而抢占市场 所以 我们看 基本每次经济下行 行业出现危机时 各行各业都会以极快的速度 向头部进行集中 中国发展到现在 其实早已过了高速成长期 高速成长时期 干啥都赚钱 做啥都容易 现在虽然经济整体还在增长 但已经算是人到中年 整体算是存量市场 存量市场下 想要做得更大 就必须从别人碗里抢饭吃 要靠竞争获胜 增量市场你好我好大家好 甚至不少后面的企业 由于胆子更大 步子卖更开 能取得比行业龙头更高的增速 但在存量市场下 胆子越大等于 死得越快 想想看2022年 多少高杠杆 企业爆雷 反而行业龙头稳扎稳打 能笑到最后 别的不说 就说这次国产mRNA疫苗 沃森爱博第一个做 而且领先其余企业好长一段时间 但最先将疫苗推上市的 却是食药集团 虽然2023年3月才上市 黄花菜都凉了 但这个结果也确实非常让人意外 沃森简直要哭晕在厕所 换句话说就是 当处于增量市场时 人人都有机会 最后谁成王者不好说 但在存量市场时 不出意外 就是头部集中 大者欲大 大者恒大 再举个例子吧 所长家附近有个商场 疫情期间 很多店铺都黄了 但如今 这些黄了的店铺 已经全部完成了新的商家入住 结果是怎样的呢 曾经的曼咖啡变成了星巴克 曾经的一个腰部新鲜 烘焙面包品牌 变成了头部面包品牌 一个卖女装的叫不出名字的店铺 变成了名创优品 不少独立餐饮 都换成了大连锁 如胎二酸菜鱼 猫爪烤肉等 巴比食品 在之前的一次投资者交流中有说 疫情虽然暂时影响了自己的扩张速度 但拉长看 未必不是好事 因为疫情 让很多实力不强的个体户支撑不住 将以前很多好点位空出来了 那么自己就可以以比往常更低的代价 进入比以前更好的点位 此外 也是在疫情期间 巴比完成了首次并购 展望2023年 巴比称自己的扩张会在2023加速 所长前些日子出差去北京 明显感觉北京的巴比门店变多了 甚至朋友家叫偏 附近都有开巴比 某顿早餐就是点的巴比外卖 在朋友家吃 其实 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意外 咱们国内几千年的历史 早已印证了这点 各个王朝刚建立时 都是一片欣欣向荣 老百姓安居乐业 新的权贵兴起 且社会整体流动性较大 但当新王朝政权稳固后 往往会阶级固化 权贵往往只和权贵联姻 他们的子孙后代 几乎都是权贵 能给予外面的位置越来越少 上层肉食者 还不断搞土地兼并 于是资源不断向头部集中 贫富分化越发严重 越来越多的下层人民 沦为无产阶级 且越发难翻身 最后 当社会流动彻底停滞时 往往就是一个 起一打破固有僵化格局 诞生新的王朝 然后一切又重新循环 所以 一个王朝只要把最初期的混乱度过 后面 往往都会有两三百年的寿命 当然 在场就不太可能了 毕竟资源是有限的 当头部彻底集中后 就一定会有大动乱 重新洗牌 这样的历史经验 对于我们投资 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当一个行业 度过最开始的快速增长期 格局开始稳定时 一定要抱死龙头不放 除非行业快要触碰瓶颈 或者说 资源已经很难 再往头部集中 其他情况下 都要一直坚定抱住龙头 毕竟这个时期 持续的时间最长 格局极难 被打破 乌鸦变凤凰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 几乎不可能出现 当然 这样的历史经验 也会带给我们其他的启发 当一个行业刚兴起时 不要被机会冲昏了头脑 这就好比一个王朝刚破灭 齐一军四起的时候 鬼才知道 谁是最后的获胜者 把你送到以前的历史 如秦末汉初 谁能料到 牛邦最后能获胜 可能更多人当时压住 都会选项瑜吧 因此 当一个新赛道出现一片混战时 不要着急入场 再观望观望 当原有格局僵化 上下流动性枯竭 曾经的屠龙者成了恶龙 民心见识 这时候 往往会出现大的社会变动 将就有次序打破中来 记录一个新的周期 即不破不力 放在投资上 就是当一个行业 明显感觉缺乏创新 年轻人已经不喜欢了 新人都不愿意进去工作 就该退出了 我们看那些年纪大一点的 在资本市场 待时间较久的知名基金经理 基本都是紧握龙头 不放手 只有入市不深的小年轻 才会手抓一大堆二线小企业 试图翻盘